以前只听过女人自当强 因为那个时候女人的地位 相对整个社会群体地位比较低 那么现在随着社会的进步 就是女人的地位逐渐提高了 只要你不是生活在农村的那种很穷很穷的地方的话 女的地位还是很高的 基本上跟男的是差不多了 那么我今天要讲的是老人自当强 为什么我要说老人自当强呢 就是因为现在老人相对于整个社会来说 是一个弱势的群体 而且随着年龄的增大 这个弱势显得越来越厉害 那么我今天为什么会讲这个话题呢 因为昨天我在中文网上看到一篇报道 这篇报道的题目是 女公务员狠抽79岁老母亲耳光 怒吼给我签 引全网愤怒 我现在把这个视频接下来给你们看看 我简单介绍一下这个网上的文章是怎么写的 他说近日黑龙江家木失事一段女儿殴打年迈母亲的视频 在网上疯传 引发各界愤怒 被打的老母亲79岁了 是一个工厂的退休职工 失报的是她亲生女儿 是一个公务员 就这样打母亲的耳光 那么为什么她会失报呢 母亲的好友爆料说 她的妈妈已经把房子都过过到她的名下了 她还要妈妈把提款卡存款全部交出来 不从就打人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每次失报都是因为钱 另一名知情的人士只表示 女儿会打母亲是因为母亲去买保健食品 但不管怎么样 出售打母亲 行为就不对 虽然警察拘留了这个女儿 我想说一说看 我看到这篇文章 我心里面是很难过的 就是说我们老人怎么样自当强 显然这个老人没有做好这一点 那我们先看看读者是怎么评这篇文章的 我挑几段读一读 有一个读者是这样说的 中国都这样 多数老人的钱都被年轻人控制着 别生儿育女了 一代不如一代 第二个评论讲 现在中央要父母和子女住在一起 互相管教 这个就是结果 还有一个人长得比较多 要来念一下 打人是不对的 特别是打自己的亲生母亲 如果是因为母亲买保健品 可以劝导母亲花钱去旅游 去享受 保健品之类的 确实太坑老人了 抓住老人喜欢听好话 或者身边缺乏亲人陪伴的心理 隔三差五的用小恩小惠去 拉你去做一做 送点鸡蛋什么的 然后再劝你 花几千三万元的高价 买一些不知道什么成分的东西 太多老人被骗了 亲人怎么劝都劝不住 所以有两种声音 一种是因为这个女儿 劝不住母亲去买保健品 一路之下打了母亲 还有一个声音就是这样说的 不知道怎么样的家庭 会教育出这样的女儿 难道母亲从小就会打女儿吗 养了一个畜生 老人要自强起来 包括哪些方面呢 第一一定要有自立 一定要自立 一定要自尊 还要一定要有自己的经济控制权 这三点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那自立呢 就是说自己一定要有自己的空间 跟小孩之间 特别是跟已婚小孩之间 也要保持一定的距离 这样的路才走得远 这个就叫自立 第二点 老人还要自重自强 这个自重自强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老了以后是一定不能停止学习新的东西 这是我的想法 那不要什么东西依赖小孩 有着老人 哎呀我老了 我学不了了 比如像现在手机很流行 对不对 那你看看 当时在武汉发疫情的时候 因为隔离嘛 很多老人都不会用手机 不会用手机的话 他就订不了菜 到外面小区里面 大家通知了什么事 他都不知道 因为不会用手机 不会用微信 这样的话就存在着生存的问题 那么老人一定不能放弃这些东西 要不断的学新东西 不是讲我们要学很复杂的东西 那么就是基本的东西都应该会 不要有要依靠别人的思想 哎 你当时想 哎呀这个时候 我就叫我小孩来一下就可以了 我小孩会帮我的 是有的时候小孩帮不了的 比如像武汉疫情 被隔离的老人 他小孩怎么帮得了他 他就根本就不能进出你的门楼了 那他怎么帮得了你 所以要自强 要不断的学新东西 不要老想的要依靠哪一个 这个是要自强 这样的话才会得到孩子的尊重 那么还有一个干什么呢 就是一定要管住自己的钱 对自己的财产要有控制权 这个视频里面的这位76岁的老母亲 他为什么会在自己离开这个世界之前 会把房子过寄给小孩 他完全可以立个遗嘱 对不对 以后我不再试了 这个房子就给小孩了 完全可以这样做 他为什么那么早就把房子 把存折都交给这个小孩呢 这样失去了很多的这个自由 比如像如果小孩对他不好的话 他完全可以跟小孩隔开来 不要住在一个屋檐下 平时少近一点面 那么他完全有能力养活自己 对不对 我们生活中还有在现实中 我们看到有不少的这样的例子 就是当一个母亲或者父母亲 失去自己的这个财产的控制权的时候 后半辈子或者是晚年都过得很凄凉的 所以我在这里想的话 我要讲这个话题 老人当自强 里面就包括这个内容 我希望所有的老人都不要像这个母亲一样 遭受到这种的对待 对不对 我再加一句 有的时候我就会想这个问题 我们说这个老人是不是很可怜呢 对 但是我就突然想起了这句话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所以我就在这里想 他的可恨之处在哪里 他被女儿打耳光 他一定是有错误的 首先他的错误就是没有把女儿教育好 为什么别人的孩子不会打母亲 他的孩子会打母亲呢 对吧 这个时候呢 我又会联想到 我自己 我现在已经步入了老年人的行列了 我就会经常想想 我是不是个可怜的老人 因为我想找出来 我哪个地方可恨 如果有可恨的地方的话 我还有时间可以改正自己 对不对 我经常会想这个问题 有的时候跟亲戚聊天 亲戚会讲啊 什么什么什么可怜 我就在不伤害彼此感情的基础上 我就会讲一下这 俗话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想想自己哪里没有做对 也是一种进步 对不对 老人真的是应该自当强 只要自己强壮起来 只要自己有自己的视作 自己的收入 有自己的空间 老年不会差到哪里去 这是我的观点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的时候 也许这个自当强就没有强制了 但是我们要想一想看 谁是可以依靠的人 子女可以依靠得到吗 我就在这里说一句话 就是说 你可以想到你子女可能会帮你 但是期望不要太高 因为期望太高 失望就越大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我想到是到养老院 我自己要是如果有经济保障的话 我交一定的钱 我可以得到更好的服务 对不对 想想看女儿长大了以后 她也有她的一家人 她有很多的事要做 她有没有那么多时间来照顾你 这是个很大的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万一我不小心 活到了一百岁 那我的女儿也八十岁了 那你忍不忍心 一个八十岁的老人来照顾你 对吧 她那个时候体力也不行了 对不对 所以想开来就是期望不要太高 做好最坏的打算 往最好的方面努力 希望天下的老人 都有一个幸福的晚年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